蓋掉什麼什麼弊端這件事情有點牽強 很多昨天我知道很多記者 然後就是好像大家就是耳語之間講這個 然後大家都寫這個角度 但我覺得好像有點牽強 我先講一下委員剛剛講的 我覺得其實這委員真的很難為很辛苦 基本上我覺得國民黨中常會可以廢掉了 這個爛單位到底有什麼用 你就乾脆主席就總統 像總統制一樣 你主席直接把各個部門任命好之後 你要這個中常會要幹嘛 根本就浪費時間 我就問一下委員 你今天要參加國民黨的選舉 你會找哪一個國民黨中常委出來助選嗎 不會 對啊 就一點用都沒有沒有屁用的單位 然後你還要讓你在第一線 要執念選民跟選民 然後呢請託 然後呢真正在跟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接地氣的這些候選人 回過頭來幫你的中常會說話 你這個垃圾單位為什麼不直接廢掉吧 到底留這個中常會要幹嘛 主席就自己負責嘛 主席要黨員一票一票選出來 你就負責把所有的部會 把你所有的這個部門主管 就當就當內閣官員一樣 像總統是一樣 你全部直接任命 你全部負全責就好了 幹嘛要一個中常會在那邊浪費時間 那些喜歡去大陸做生意的人 你就讓他去大陸做生意 不要讓他灌你國民黨的名字嘛 我就不懂 一個單位 就像之前我批評 國民黨的部分區名單一樣 你這個部分區名單 應該是說一亮出來 一句話都不用講 大家都覺得國民黨好棒 這種名單是成功的 結果呢 你的名單亮出來之後 變成說你所有在那邊 你已經打選戰打得很辛苦的人 要回頭來解釋這份名單 沒有這麼爛啦 他其實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份名單就是一個失敗的名單啊 國民黨中常會現在不就是一樣的狀況 就直接廢掉嘛 我覺得 我覺得 陳以馨我跟他不是很熟 但是我覺得那個 要拿那市長兩個字來 挑剔好像也沒有什麼必要 也許就是他 以馨想的事情就是講說 他原本是市長 他是市長的話 幫黨籍候選人服選人 當然是理所當然的啊 那現在龍介要選市長 那龍介很優秀啊 他自己可以選啊 他未必需要我去協助他 或什麼什麼什麼的啊 然後後來想到說 欸不對啦 反正我在這個台南戰打選戰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選戰 就是有市長跟議員一起選 那當然兩個都會幫到忙 然後兩個都會互相的有相關 所以就把市長加回去 我倒不覺得這件事情 有什麼好特別拿出來講的啦 那我覺得大家對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可能有一些誤解 大家都把傅昆琦的問題 跟朱立文完全綁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在台南這一戰 正好凸顯出一些矛盾啊 在外面一直講 一直不斷的在講說 民調不是最重要的 誠意性很優秀 我們要看的是潛質 然後有些人現在人和不好 就暗指謝龍介嘛 也不用裝 一直講這些話的人是傅昆琦啊 他真的百分之百代表朱立文的意思嗎 朱立文有授權他出來講這些543的嗎 我覺得恐怕未必 所以在看這一局的時候 謝龍介終於出現 他可能代表的事情是說 在內部也未必有人完全 也未必包括朱立文本人 認同這個傅昆琦出來講的這些嗎 我覺得恐怕這件事情是要觀察 國民黨未來內部運作的一些端倪啊 那回來講說桃園市 現在大家都關注桃園市嘛 我就覺得 我覺得 跟強哥講一句啦 謝龍介給你最大的啟示是什麼 你明天就把標題改掉 你不要再講什麼 行腳傾聽了 你就講打死不退 因為桃園這一局的問題就是在於這樣 就在於 羅志強說要選桃園之前 桃園是國民黨沒有人要選嗎 今天這個問題有分很多種不同的層次 如果今天是 桃園有一個在地的 像剛剛委員點到幾位 桃園國民黨這有三席立委 還有過半的市議會 過半的市議會 然後呢議長也是你們的 你們哪一位站出來要選 羅志強硬要下去選 那大時候大家會講說 沒有我們以在地的優先 羅志強還要選也沒有問題啊 協調不然就辦一場初選 羅志強在這邊選不贏 那你就滾蛋不要廢話 也不用在那邊行腳礙眼了 但這問題其實你沒有人要選啊 你沒有人要選你怎麼辦呢 你們自己都不出來選 那羅志強說那我要去選 那我要去選 你們有意見 有意見 我覺得有意見這件事情就本身很荒謬 那再來就是你要圍牆 你要圍牆你怎麼圍 你圍了老半天你也沒有人要選 你怎麼圍呢 今天這個坑照理來說 應該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問題他這個坑裡面就沒有蘿蔔 然後羅志強現在說我來當那個蘿蔔 你除非找另外一個蘿蔔把這個坑填掉 不然你怎麼擋它呢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一個邏輯的謬誤 我也不知道這齣戲到底要演到什麼時候 那所以強哥不用浪費時間 謝龍謝給你最大的啟示就是 不用心腳不用傾聽了 我要選 除非有人要出來也可以 那我們就初選 我輸我滾蛋 不再講半句話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不用在那邊 不用在那邊搞的那些 就是還要在那邊高來高去送往迎來 在那邊朱立文說什麼 也可以走到屏東 議長在那邊說我絕對沒有圍牆 然後一大堆議員在那邊說 哎呦沒有我們保持總理 難看啊 就跟國民黨中常會這齣戲一樣難看 你們還要丟臉到什麼時候 看到張靖老師我就不禁想要來外插一題 這個我今天很想談的 就是大家還記得特戰隊的阿中嗎 阿中寫了一個公開信給我們的蔡總統 我們告訴他說在您看到14天的史上最硬教授 大家很厲害的裝備 那你知不知道呢 其實我們的志願役 他們的裝備卻是要自購的 然後這個消息 昨天大家在立法院就跑來問我們的國防部長邱國正了 他有兩個不同的態度 第一時間他是說他最討厭像這樣的人 但他希望說如果他知道是誰的話 還要去扮他 要去懲罰他 但後來又改口了說 我不會去找到他是誰我也不會懲罰他 但是呢 這樣是不是也讓我們看到是蔡政府的掩耳盜鈴的狀況 張靖老師 我想這個事情就是 部長他已經有什麼講法的話 我認為邱部長他已經有更正他的講法 我覺得再繼續評論並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我倒是要提醒一個 大家忽視的國安危機 國家安全危機 這個裡頭 這個 我念一下 這個民意信箱寫信給總統 他的編號 流水編號是2022006407 這份資料是在各個網際空間相關網站 真實姓名到處流傳 這個流傳的這張照片 左上角是這個定了一個針的 這個定數針 在中華民國公務系統裡頭 這個裡面用的所有的裝訂 都是兩針或三針在旁邊 只有內部的像 就是說不是公務體系出身的 像什麼文青啊 絕青啊 這個因為這個政治爆發戶 然後進去之後 然後呢這個拿了一碟草稿 是定在左上角 我在大學教書啊 經常跟那個同學們在講 你要教作業一定要定兩個針 你不能定一個左上角 因為有一天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左上角定一個 就代表這個東西是草稿 不是正式的 正式完成一定是 齊封線一定是裝訂完 我相信 這志森兄一定要同意我的講法 這個東西上面只有總統府的流水號碼 表示它的外流是哪裡 叫做總統府 人家寫信給總統 留了真實的姓名 這上面講說 在111年3月11號 這個15兩棟下午3點20分接到 確認時間3月11號6點27分 這上面呢 不但有它的真實姓名 還有它的手機號碼 還有它的真正的Email號碼 所以他寫信給總統的時候 是用Email的 Email之後 總統府必然要回覆 請他提供相關的聯絡資訊 然後再打電話過去 確認你這個東西是 真實是你寫的 真實是你寫的時候 就已經變成一個正式向總統啊 去這個就陳情的東西了 因為他有確認 有確認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他這些 就是他的敏感 第一這個對於蔡英文總統 這個民意信箱而言 殺傷力太強了 你所有人跟總統去陳情 有很多時候他會問應該要問 你要不要求身份保密 這個東西會外流 假如他通常按照的處理程序 是總統府要發給相關的各院 有人檢舉監察院 他就分到監察院去交查 有人去檢討這考試院 他就去分到考試院去交查 這個因為是國軍 所以他會先發給行政院 行政院會再發給國防部 然後那個時候 到了行政院的時候 行政院就會把 總統府這個流水號碼給拿掉 那總統府的流水號拿掉的時候 他就會編一個 總統府給他公文 行文的文號在那 所以追查下去 這個東西基本上 就是總統府流出去的 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 其實也都不占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鐘 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 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